歡迎收看小明星新聞的現場 住在一個人的信仰過程當中 是最重要的空間 它不僅是提供到物理的素食 新鮮的秘書 也能夠歡迎出一個人的價值觀 所以住在一個人生命當中 所拍攝的角色可以說是最重要 所以家裡觀 建築書講話 也發起我們自己在家裡 透過公開精算設計度的比賽 讓民眾了解家裡幾大六話的模式 什麼樣的租是屬於家裡人的家裡的家裡 家裡的家裡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傳統文化 真心和地方的特色 由家裡的家裡 由家裡官建築書講話發起 家裡人來到我們的家裡的家裡 由百里醫院由政府機關基盤 這次是由民間團體主主發起 透過民意代表和政家行者的協助 由其民實際提供基地來參與行見 現在做學生淨土的活動 目前是已經進行到學生實體設計的評選 目前來講是總共參賽的學生數總共有485組 另外包括其中有包括台灣以外的學生數 總共有21組的參賽 所領選的最優秀的學生作品跟未來的設計建築師 共同來合作參與未來的一個設計案 那在這個案子設計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實際上現地的一個施作執行 在整個建築物蓋好之後 我們就會按照下一個階段 就是由全部的一個民眾做一個網路的一個票選 選出一個最優的一個代表嘉義地方的一個住宅 那就是我們整體的一個嘉義處活動的第三階段 來到我們的自己的家義處 經由家義處基地公開精算 家義處設計的深屬境度 去好家義處的票選和當頂頂的方式 說立個方的基大創意 了解鼓勇向準基勒的空間特性 透過這幾個選堂和推廣 後面將了解在在家義 安基獨外的模式 也認同家義得有的自然之味 也向歷史性和和參與什麼的目標來努力 基台啓動創作幸福的地方 這星期我們正在行鋼一關 彩虹報道